好那么看一下啊 那么在这边呢 你注意啊 刚刚我讲这个模型类的时候 我说我们预见了一些新的点 对吧 比如说这个 尤其是我们用的这个choice 对吧 哎 他怎么用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我们商品模型类里面的商品详情 他有一个 副文本的编辑器啊 副文本的编辑器 他咋用呢 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类的下方 你看到我们指定表明之外 我们还定义了一个verbals name 对吧 对吧 等一个商品的spu 然后呢 又定义了商品 verbals name plug 等于verbals name 他什么意思 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里面 这些新的点呢 只有这几个啊 我给大家说完之后 其他的你都懂了啊 都讲过啊 OK 那么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啊 下面呢 我们就在这边给大家新建一个项目啊 新建项目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啊 新建项目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啊 不在这里面说 makedir bj18 然后 然后 往上拉一点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cd啊 bj18 我就新建一个项目了啊 直接 将过 admin stata project 然后呢 写上一个 tether1 然后cd tether1 新建一个应用啊 python manager pn stata app 叫做tester boogtest啊 我就还叫boogtest啊 boogtest啊 ok 那么 有了他之后呢 下面我就用我的这个东西把它打开啊 open 打开我们呢 找到这个bj18里面的这个tester1 把它打开 好 那么打开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先做一个设置啊 在这里面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 boogtest啊 我就快速写一下 boogtest啊 然后 在这边呢 这里面有一个模板目录建一个 template 好 哎 然后呢 这里面加一个 os.pass.join 哎 bydir 写上一个template啊 template啊 ok 那么然后呢 改一下这个数据库啊 那么这个数据库呢 你注意 直接呢 写上一个 my circle啊 然后这个数据库 我用哪呢 你注意啊 今天的 你看到啊 我敲代码呢 我没有用我的虚拟机啊 没有用我的虚拟机 哎 我是为了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你去连数据库的时候 你的数据库呢 跟你的代码呢 可能不在同一台电脑上啊 那么 然后呢 我要连哪一个数据库呢 我要连我的 这个里面的啊 连这个里面的数据库 然后呢 这个里面数据库呢 在这里面啊 我们说这个 databases啊 说databases 我这里面呢 再建一个啊 建一个test2啊 create data base chair set啊 等于 诶 写上一个test2啊 chair set 等于这个utf 8 好 建它啊 use test2啊 shout tables 是一个空的 对吧 那么现在我就要使用它啊 在这里面 写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写上这个 test2啊 然后呢 下面写上这个user 这个user呢 我还是使用我的这个用户啊 叫做root啊 root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密码 pass 我的啊 那你注意 哎 我这个 虚拟机的这个root账户的密码呢 我的不叫mysicle啊 我的叫root啊 我的叫root啊 那么你们的mysicle 你就写你的mysicle啊 我们的不一样啊 然后呢 再往下啊 还有一个叫hose啊 hose啊 我们之前用的一直是lockhouse的 对吧 现在呢 它就不一样了啊 lockhouse代表本机 现在我是mysicle的这个代码呢 要去连接我 obuntu的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的这个数据库呢 mysicle数据库 它默认它绑定的 就是这个127.0.0.1 你如果绑定的是127.0.0.1的话 你外面的机器呢 是连不了的啊 所以我的我已经改掉了 你就 你就需要呢 ifconfig 你看一下你这个 ipb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不是这个1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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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这个地址 然后呢 sudo去编辑这个配置文件 vi-etc 下面呢 mysicle mysicle config.d mysicle d.config 然后呢 起 好 这里面有一个选项 叫做bund add iess 然后呢 回这 这里面 往下啊 在下面啊 好 在这里面看到啊 bund 横杠 add iess 你看到我这里面 bund 我就已经变成了127.0 127.6.179.130 就我绑定我本机的ip 那么你绑定之后呢 对吧 你在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呢 sudo service 然后呢 restart 然后呢 写上一个 my circle my circle 然后呢 来一个restart 把你这个数据库服务呢 进行一个重启 重启之后呢 你外面呢 你就连过去 所以我这边写的是 172.16.179.130 然后呢 这个port呢 还是more in的 3306 port port啊 more in 有一个叫做3306 好 除此之外啊 把这个 我也把这个也改掉啊 zh 汉词 然后呢 这个里 亚洲上海 asa 然后呢 写上一个 上海 ok 那么这些东西呢 然后啊 把这个做完之后 在这里面加上一个东西啊 import pymy circle 然后呢 pymy circle 点 e-start s-db 好 在这里面 包含 url 那么这些呢 直接删掉 直接删掉啊 ok 那么删掉之后呢 我们就先 启动一下啊 我们先启动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 哎 这边少一个是吧 它是二啊 然后在这里面 启动一下啊 直接进入虚拟环境 work on daily flash 然后 哎 启动一下啊 python manager py叫做 run server ok 那么这里面呢 报一个错 对吧 报一个错啊 这是什么错啊 这里面 你的root 这个东西呢 它不能去连到这个 tysl 数据库啊 那么这一部分怎么做啊 你这个做完之后 my circle -u root -p 连过来 root 哎 这个root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啊 授权 你需要授权啊 grant all privileges啊 on on谁呢 on这个test2点星 那么这什么意思啊 就授权 grant all privileges 就授权 授权是给谁呢 授权到 他可以访问这个test2下面的 所有表 就是test2点星 给谁授权 to啊 to to后面写谁呢 我这个mac要连接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使用的这个用户呢 你注意啊 我使用的这个用户呢 它是root 对吧 所以我这边我需要写的是一个root啊 root之后 然后呢 写上一个at at后面呢 我要写 我授权给这个 哪一个机器 你要把这个机器的IP地址写过来 这写的就是这个mac的IP啊 macIP是谁呢 我的macIP是这个啊 就是172点16点179点1 啊 这个啊 toroot啊 就是给这个机器授权 让它能够用root用户呢 去连接这个 连接 哎 我们obuntu数据库里面的 test2里面的所有数据库啊 对它进行操作 OK啊 那么 然后呢 你还要指定啊 它 这个root呢 是要用哪个密码进行登录啊 identify的啊 identify的 然后呢 写上一个root啊 然后呢 with啊 with a grant option啊 把这个加上去 把这个加上去啊 那么这边 你需要改在哪个地方呢 首先这边 写上你要连的那个数据库 对吧 典型代表 可以呢 操作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所有表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root呢 你就 你要授权给谁呢 to 授权给这个机器 让这个机器呢 可以以这个用户 进行登录 登录的 使用的这个密码呢 就是 root啊 那么这边还少一个啊 叫identified by by啊 identified by root啊 by root啊 少一个 那么然后呢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的啊 可以了之后 然后呢 再去执行一句话 flash啊 flash 让授权的生效啊 privileges啊 好 回转 那么这一步做完 过来之后 再去 重启啊 再重启 看到是不是可以了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就没报纳错啊 这个报纳措施呢 没有迁移 对吧 迁移一下啊 迁一下 python manager p1 make migrate 哎 migrate啊 直接迁移啊 migrate啊 migrate ok 好 回转 这不是可以了啊 对吧 迁移完之后 你看到我们的 哎 use 这个test 直接烧一个 tables啊 你就会发现 这个表是不是就有了 对吧 这里面你就刚 你改完之后 你可能 你这个机器去连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授权 它不能连啊 不能连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边的 进行一个 授权 那么这个授权的 这个图片呢 我们给大家截一下啊 啊 你像这些 你像这些 你你不需要去记啊 这些 你直接粘过来啊 我先放在这边啊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那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就建完了啊 谢谢大家